好,我们再次连线一下在雅加达天主大教堂的本台记者李苏贞来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 苏贞,请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教堂方面所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 是的,袁林,观众朋友们,首先再次祝大家生诞节快乐 但愿平安和喜悦与您同在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雅加达中区天主教大教堂 虽然今年受疫情的影响,但节日的气氛还是很浓厚的 今年像往年一样,有许多天主教新徒们都会前来这里参加圣诞以撒 今年也不例外,为了确保活动的顺利举行 我军种平安也当天已正派了军人 也就是在教堂及周边的治安进行了严格的防卫 根据宗教部2020年第23号与新冠病毒处理工作小组发布的通知 天主教大教堂今年举办的圣诞弥撒是以线上与线下两种方式举行 在大教堂进行的线下弥撒是在遵守卫生防疫会程 首先是针对参加弥撒的人年龄被限制在18至59岁之间 然后要检测体温,全程佩戴口罩,保持距离与群洗手 弥撒的时间不能超过60分钟 然后进行礼拜之后要马上离开现场 进行弥撒的前后要对现场进行消杀 此外今天星期五的圣诞弥撒分为两次 也就是周五11点与下午17点 然后在圣诞钻石气氛方面 今年大教堂摆设了一棵高达10米的圣诞树 是以印尼传统巴蒂克图案与灯光伪装式主题 象征了人民相光明的向来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此外呢,同时也是天主角与印尼传统文化融合的标志 那么在今年的圣诞节 天主角新徒们有何愿望 然后疫情仍在蔓延 与参加线上的弥撒 他们为什么选择参加线上的弥撒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们真的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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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here 在这里就达到达到达 所以没办法 他们就会比较好 比较高 比较高 以上是我在雅加达中区 天主教大教堂所做的报道 回到严博市 袁玲 好的 谢谢苏珍给我们做的报道 圣诞假期到来 今年白宫坊 这个叶旦调试的主题是 很受美国民众喜爱的 约翰肯迪尼的总统 我们先去洗下马上回来